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8日,第七部视频,聊一聊洪水 前一段时间,整个长江流域处在洪水肆虐之中 大家都知道,水灾很重,损失很大 这一段时间,黄河流域又开始成为重中之重 雨季已经慢慢从长江流域向北漂移 昨天,水利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黄河发生2020年第三号洪水 黄河中游干流龙门水温站6日临时出现433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 同关水温站6日23时出现50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 自8月4日以来,宁夏东部、陕西北部、东部、山西中部、西部等地区都降了大多暴雨 其中陕西延安、御林、商洛、山西旅梁、河南新乡、开丰都降了大暴雨 累计最大雨量,陕西延安达273毫米,陕西林坟达到了208毫米 受降雨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洪水 其中西安、商洛都已经发出了防洪预警 商洛那已经淹得不成不成样子了 出现了几百栋房屋倒塌 大量人员受灾 很多汽车都飘在河中 那个地方很多还没有河 就是这种暴雨一下排水系统不畅 出现了这种临时性的洪水 道路也就变成了河 过去干枯的沟壑也都填满了水 现在在黄河中游 吴定河、青雁河、一雁水、三川河、曲川河等等 都出现了水量暴涨 国家房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 主持商会 分析黄河流域水利形势 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山西、陕西、宁夏 安排小型水库和渔坝安全调度 防御山洪灾害 骨干水库要进行适时的这种调度 就害怕是水库这种调度 有可能又会出现晚上放水等等情况 为了保大城市 为了保重点区域出现像农村、小城市、小城镇、农田 进行这种放水的工作 这个情况 这种防洪的措施 我们在长江领域今年已经刚刚看到 很多时候 很多人在晚上睡眠的时候 没有预警无征兆的会被突发而来的洪水 所淹没 房屋倾倒 人员浸泡 财产重大损失 现在这一幕是不是在黄河流域又会出现 真是多灾多难 提醒黄河流域 现在是中上游 还有未来的下游 人们都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 如果自己身处这种可能的非重点城市的泄洪区 曼坝区 在中小城市 在第八的农村 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上游的洪水情况 关注天气变化 自己也提前做好一些撤离的准备 还有物资的储备准备 重点财产的转移准备 希望洪水不到 但是真来的话 自己还是有备无患好一些 好了拜拜